哇 今天怎麼那麼多鯊魚來 今天怎麼那麼多鯊魚 你擋到那個 因為中准憲在這裡 你擋到那個 董事長在旁邊 好啦好啦 可以啦 不是 他倒是擋到那個 優姐 我拍給你 你錄音就好 好 OK 開始 先跟你指教一下 因為今天來拜會洪傳康董事長 因為剛好洪傳康董事長也在綠營有很重要的地位 你怎麼樣讓他能夠認同你 然後來爭執他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來主要是學習 因為這個是位於設備台灣的大廠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還是到各地方去研究產業 或是地方上有些什麼樣的建設需要做的 主要是學習之旅 那你說 至於你講那個 想太多了 可是大家會覺得 董事長是不是也是在持續 跟對於你這邊釋出一些善意 畢竟敵人要少 碰得到多 這就很奇怪 台灣的產業發展 難道還有分國民黨跟民進黨 不會嗎 這個 台灣是一體的 經濟發展 或是說這種生活的這種模式的改變 跟這個沒有關係 董事長的專長是拆掉舊浴缸 瘡心拉臉 你要不要說服他想辦法拆掉政壇的舊浴缸 這比喻很奇怪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那市長想問一下 最新的這個民調 你在上一次的民調是第一 然後今天台灣民意經濟會的民調 你也是超前了 侯友宜來到第二 那你現在怎麼看這個你的民調 就是持續在往上升 而且就是在年輕人四十幾歲以下的 其實你的年輕人支持度還是最高的 那你怎麼不講說你在七十歲以上很低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啦 這個選舉還有七個月 台灣不是只有選舉 每天還是該做事情要做 那民調是這樣 看看就好 還有一點 民調投票那天高才有用 其他日子高也沒有用 市長跟你請教一下服帽的問題 因為現在好像網傳說 你說要重啟服帽談判 會傷害台灣的經濟 你怎麼來弄這種說法 所以反正這個是這樣 這個又是典型的網軍作戰 其實這樣啦 第一點喔 很務實的講 應該是禍帽比服帽要優先 還有一點啦 兩岸監督條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從太陽發射以後說要設到現在 應該你要先建立那個 兩岸監督條例 因為大陸不管要簽約什麼 要有一個機制 那民進黨執政幾年 七年了 該通過法律也沒有通過 明白的講啦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有民進黨不能通過的法律 特別他現在是在國會一黨獨大 所以這題標準答案是這樣 兩岸之間一定要來往 但來往一定要有法律規範 所以那個躺在立法院 那個兩岸監督條例 請民進黨趕快通過吧 那那個綠營的立委就批評說 你重啟服帽是要討好藍營的選民 你認為是這樣 那不是講的嗎 兩岸的一定要來往 來往一定要有規範 這要怎麼規範 兩岸監督條例 躺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所以民進黨話就是這樣 每天再講一下一大堆事情 自己該做的事情從來不做 你覺得這種性貧的爭議 你怎麼看說過去曾經代表民眾黨 選過桃園市議員的 他講說現在跟女生講話都要很小心 因為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構成性騷擾 這也是黨內目前對於性貧的態度嗎 常常這樣啦 你們常常拿一個誰講的話來問我 那個人我不知道多久沒看過了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我沒有辦法回答兩千三百萬個題目 柏友宜最近就說你的五大弊案搞半天沒完成 還說你新北威夭案之前的發言 像煙火很漂亮一催就散不是事實 會覺得他最近炮火很嚴重 台灣台北市那個所謂五大鞍 我們每一案都有交代 我想那個也是這樣 也許他時間拉比較久 但是每一案都有交代 至於說發言是這樣 我是比較直率 該怎麼 我們回答還是按照科學 像那個一開始要做那什麼 八比頭的補塞我就不贊成 因為做檢查一定 我們在醫學上要indication跟contraindication 就適應症跟經濟症 你要做檢查一定要說 什麼樣的人才要做檢查 什麼樣的人不必做檢查 這一定要很清楚 那我那個時候歡迎全台灣來 你只要認為你該做就要做 那我那個根本就違反醫學的嘗試 那侯市長昨天的一個台大演講 提到一些國防論述還有國政論述 你會覺得跟您之前的一些說法都蠻像的嗎 就修改了一些字而已 如果大家要抄就表示我們的方向是對嘛 歡迎大家抄襲 市長那習近平會見布林肯 美中關係是合法的意思嗎 你覺得台灣現在的角色要怎麼樣 美中對抗的全球架構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他會隨著時間跟當時的狀況 雙方的戰術會改變 所以大戰略對抗的大戰略大概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 但是雙方會使用的戰術會改變 那我也知道因為美國開始要進入那個總統選舉 所以在這個通常在這種總統選舉前 如果他沒有保一定要走安全的路 所以我也認為美中的大事會趨向和緩 另外是這樣 雙方都有國內的問題要解決 包括中國是通縮 美國是通膨 所以大家在 雖然內心想對抗 但是要處理實際的各自的國內問題 還有各自的 我剛才講過嘛 美國要進入總統大選了 所以戰術會趨向保守 所以常常是這樣 台灣就是在美中對抗架構之下 自己找到平衡點 這個平衡點會隨著時間不同而不同 所以說只要政府保持一種比較激動靈活的精神 大概還是可以平安度過 市長那你有覺得就是你現在民調上的聲明 市長對你的攻擊力道加強了嗎 然後現在連侯友宇還是在攻擊你 這個 這個是這樣 一定會攻擊的 只是說 是這樣 還是 我是希望說比較公平 比較公開透明的方式 不要老是搞一大堆網軍 然後帶風向 我是不太喜歡那個 不過常常也沒辦法避免 所以 遇到就想辦法應付 有時候想要邀你戰場 被李國維 提示為所欲為 你怎麼看現在藍營小姐的內戰 會乾脆都不去再來避免捲槍的內戰 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樣啦 台灣政治上還是不能只有陷入這種黨派 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是為台灣舉財 所以 所以 所以如果 看這個人OK不OK 好不好 而不是說他代表哪一個黨 每一個黨都有比較好的跟比較壞的 所以這個我倒覺得是這樣 不要用顏色 然後把國家就分成兩半 這個 這個還是不太正常 所以對我來講是這樣 如果有民眾黨提名 當然我們 基於政黨政治不得已 一定要支持我們自己提名的人 第一點 如果我們那個地區沒有提名 那我們還是會選說 我們還是做一個國民 我們還是會認為說 誰比較好 誰跟我們理念比較接近 我們還是可以有支持的人 好 好 謝謝 謝謝